大家好,早上好,感谢大家收看GOMIX每日财经快讯 GOMIX一站是全中文服务,为您的交易逐上一臂之力 今天是3月22号,星期一,我是JK 今天早上的澳洲股市开盘以来上涨幅度最大的是Ground赌场 也是度假酒店,连锁酒店 那么它上涨了17%,股价是穿到了11块钱以上 排在后面的几家公司呢,分别是JNC 那么JNC呢,也是我们之前多次提到过的是粮食类的公司 那么在大宗商品价格普遍上涨 农产品价格也有所回升的背景下呢 铜矿、运输业、船运以及那粮食类的公司股价未来 依旧有比较大的上涨空间 那么澳洲的200指数呢,也是涨到了6720点上下附近震荡 黄金价格呢,是在1720美金上下 那么澳元对美元价格在0.7720附近徘徊 那么白天呢,没有其他更大的单边走势的行情出现 基本上继续演示上周五美盘美国美盘之后的一个表现 我们在周末的时候啊,其实看到了很多国家在未来对加息预期的增强 包括很多新兴国家已经开始加息 甚至连俄罗斯已经开始加息了 那么挪威也是在上周公布了 央行公布,未来可能会提前加息在今年下半年就有可能会实行 那么加息这件事情呢,目前是悬在大家心上的一个非常关键的话题 包括加息未来的可能性出现 如果是提前到明年或者是今年下半年将会对楼市和股市产生极大的负面影响 在过去历史上呢,每一次加息周期的来临 基本上股市呢都是震荡的下行 楼市呢也是基本上难以上涨 最终呢,在目前我们高歌欢呼 股市和楼市呢,刚刚开始大幅度上涨 那么盗用四指数也是在上周又创出历史新高 这样的背景下呢,加息无疑是对大家呢信心会有较大的打击 那么几家新兴国家央行加息之后呢 发达国家的挪威也开始表态 那么挪威的房价呢在三月份创出历史新高 那么央行就会认为房价颇快上涨的会增加挪威当地的金融系统性风险 那么银行呢会产生极大的负面的家庭信贷等各方面的风险 那么家庭的负债呢规模一直超过了过去历史最高水平 所以呢为了稳定国家的金融 那么未来呢挪威会将把加息的预期提前到今年下半年 那么在美国方面来看的话 上周呢SLR不在三月底继续推行下去 在到期之后呢SLR就会这个政策呢就会进行改变 那么对银行业的影响呢就是银行会缩减信贷规模 缩减信贷规模的背后呢就会缩减放贷 缩减放贷呢就会继续打压目前美国市场火热的房地产市场 所以说这一系列的举措呢都将预示着 未来国家呢已经开始对通胀进行一定的调控 那么房地产市场呢调控目前在美国来看的话 它的货币政策还操作起来更加灵活 所以说加息预期呢依旧是会放在明年和甚至是后年2022年 目前的点真图显示呢美联储在2022年加息基本上板声钉钉的事情 下半年到2023年啊至少会有一次加息 那么这个现象呢会传递到澳洲 澳洲目前的央行呢依旧是表态会继续增加市场上资金流动性 但是呢未来会紧跟美国的步伐 如果是美国考虑加息的这个点真图数量超过4位亿元 那么基本上美联储未来的加息动态呢就会也是提前到明年下半年 那么对于股市和房市来讲基本传导速度会提前6个月到12个月 房市的传导速度会稍微慢一点啊 所以说基本上从今年到下半年啊甚至到明年6月份 房地产市场呢依旧会高高猛进 那么股市呢会比房地产还要提前6到12个月进行反应 因此呢在今年的下半年6月到9月之后呢 股市方面两大情况的表现呢将会是我们购买投资房啊 朋友是需要关注的第一呢就是房地产股价和银行的股价在未来6到9个月的股价表现 如果是银行业的股价开始出现回调 基本上预示房地产的啊未来一到两年时间呢就基本上股这个房价就会到顶 那么第二点呢就是我们现在的信贷紧缩程度啊 如果是未来啊加息预期继续走强 那个美债收益率啊继续走高 那么我们未来加息的概率呢就会继续增加 一旦加息现在我们利率水平处于历史最低点啊 就是说大家从银行贷款买房2%的水平就可以了 但是呢一旦加息啊2.5%2.6%2.7% 以这样的加息周期进行下去 那么我认为呢对大家未来的现金流支撑压力会非常大 因为呢啊你现在的房价非常贵 那么如果是按照1%的增速 那你每年的还贷成本可能就要多1万到2万甚至3万澳币 按照目前的工资收入来讲的话 2到3万澳币其实呢已经是相当于部分家庭收入的啊 一到两个月是三到四个月的净收入了 所以呢未来我们需要关注的就是大家不要在啊顶部买进入房产市场 而未来3到5年甚至6到7年被套在了最高位 那么另外一个角度呢就是这次加息周期会比过去历史上任何一次可能持续的时间都要久 那么在未来啊5到10年的加息周期里面啊 这个是有可能出现的原因也非常简单 就是本次呢市场信心刚刚恢复 所以说央行的加息速度不会特别快 我们知道这次降息速度是非常快 可能在几个月的时间里面我们的利率呢就从2点几降到0 那么在未来呢我们从0恢复到2点几三点几呢可能需要5到10年的时间周期啊 因为不可能你信心市场刚恢复啊就突然加息加到2%3%啊把市场信心就打击了 所以只能温水补青蛙把时间战线拉长 第二点呢就是我们现在印的钱啊实在是数量太多了 比08年多不知道多少倍 那么这个还是隐性的增加 那么显性的增加呢数量可能会明义通胀呢会更高 在这样的背景下呢 我们需要消化通过未来的社会生产力和社会创造的财富价值 消化掉这一部分的虚高的货币数量 那么就需要更长的时间来消化 所以说呢一旦进入加息周期 那么这次的周期呢就会比过去的两三年的啊 是三年到四年的周期会更长 甚至要超过五年 因此呢我们对于重资产的投资者 如果是自己在未来的现金流收入 不是那么确定和稳定的话 那么在未来我认为还是要尽早的 把自己的资产的部分转成流动性较好的 或者是有一定现金收入的啊 这样的资产可能会对未来更长周期的一个规划啊 更有利 那么除此之外呢 我们还是建议大家在未来三到六个月的时间里面 金融市场的变化呢会速度继续增加啊 增快 那么行业的轮动现象也会比过去更加的频繁 包括对汇率上的走势呢 也可能随时翻升环准 那么现在呢 美元已经是到了九十 九十一九十二的价格呢 始终是没有跌下去 虽然我们知道美元的印钞啊 在过去速度啊 或者是总量比过去要增加了很多 但是呢 目前从市面上啊 市场角度来看的话 美元继续下跌的可能性并没有预期的那么高 反而呢 如果是美联储继续在美债收益率走高的影响啊 给出一定的加息预期和信号 那美元价格进一步上涨的空间和动能将会释放出来 另外呢 就是通胀的另一个角度 就是石油价格 石油价格呢 一直是在六十美金到七十美金上下 一直啊 断断续续在走高 也会对未来国家调控啊 CPI或者是通胀产生一定的支撑啊 所以说以上这些观点呢 基本上是给大家一个提醒啊 在未来做五到十年周期的投资规划 一定不要用高杠杆在重资产上进行投资 我们要保证现金流的稳定性以及资产流动性啊 这样的话能让我们在行情发生啊 政策性改变的情况下能快速抽离或者是反向操作来保护 对冲我们的自由资产 那么以上呢 就是我们进行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收看